你剛拿我電影鋼我就跟你輸贏了 所以你不就給我碰了 我就拿金片出來跟他講 你的金片是假的啦 他就不爽 所以老闆也不爽的啦 我又爛嘛 所以你也給我爛 我說沒關係啦 大家來輸贏 我怕這跟車家老闆玩家而已 我今天有跟車家老闆聯繫啦 我最後一通 我最後一句話是這樣子啦 開砲啦 我就講這句話啦 有種開砲啦 我就這樣子 連金片都造假 明明就10赫子的 造假成20 噴上那個字寫20赫子 還出來檢視一大堆 什麼我是什麼 我是什麼灌島算法 數學家卡爾曼 我登陸月球 灌島技術 什麼卡爾曼玻璃 成績直接交給傑尼龜 車家你這樣講得過去嗎 我跟傑尼龜是對手 你直接把我的成績 偷偷的拿去給傑尼龜 你這樣講得過去嗎 那雞肉 那雞肉找一個 車家老闆拿得好笑的啦 你聽到嗎 人家老闆來闆來闆來 比較不會中情啦 這樣而已 不然你的事情 你怎麼說什麼啦 你怎麼說錯 車家是這樣子啦 其實今天車家 今天車家可以說 不要出來回復是最好的啦 我跟傑尼龜兩個在搭槍 我跟傑尼龜兩個在搭槍 兩邊在開槍 你就點點看就好了 頭不要丟出來 你聽到頭丟出來 你就丟到槍了 我說傑尼龜的成績 造假是屬性嘛 造假是屬性了 車家有什麼 他出負航你知道嗎 我跟傑尼龜先生 去想啦 車家的老闆很簡單啦 因為他這機子怕你 他這機子怕你有破綻 車家破綻 車家就說造假 車家的兩種方法 最重要就是面對錯誤 啊對 這尼龜造假我給他下架 我現在有拜規定了 造假就不可以了 我一眾人就跟他認真錯誤 我車家也有錯誤問題 車家尼龜是跑4.7到10 陪美跑法 啊你們跑0到10 你們要白癡跑法 結果我們車尼龜一個比較聰明 他跑4.7到10 啊我們比較笨蛋 我們就跑0到10 你車家有開關可以切是不是啦 你出來講嘛 車家是不是有開關可以切 4.7到10 切0到10 啊我們白癡 我們不知道有開關 所以我們就跑0到10 那我OK啊 這樣我OK啊 你車家沒有任何開關 App連線都開始撤就0到10 既然你說傑尼龜是跑4.7到10 為什麼你車家給傑尼龜的成績 寫的是0到10 為什麼這個成績出來兩年多了 要我廖阿大出來說話 你車家才改成 你車家出來用一個說法 啊沒有啦 是4.7到10 車家的背包 啊他就跳出來 要穿這年多了 你剛才穿這年多了 我就跟你輸贏了 所以你不要給我碰 我就拿筋片出來跟你講 你的筋片是嫁的啦 啊他就不爽 車家的老闆也不爽的啦 我就爭嘛 所以你也跟我爭 我沒關係啊 大家來輸贏了 我怕這跟車家的老闆玩家而已 我今天有跟車家的老闆聯繫啦 我最後一通 我最後一句話是這樣子啦 開砲啦 我就講這句話啦 有種開砲啦 我就這樣想 大家不要買車芽 這個車芽作弊性太高了 第一 車芽的老闆不承認自己的產品有瑕疵 不願意出來承認 你出來承認把東西改好就好了 你不想要承認有東西有瑕疵 所以硬貫上所有捷運貴成績是正常的 這就是一個說好的新聞 第二個 車芽這家公司 連晶片都造假 明明就10赫子的 造假成20 噴上那個字寫20赫子 叫所有的一代的車芽 換了二代花錢再買一次 然後現在被人家抓到還出來解釋一大堆 什麼我是什麼 我是什麼灌倒算法 數學家卡爾曼 我登錄月球 灌倒技術 什麼都卡爾曼玻璃 你用一大堆廢話 告訴人家什麼 你12赫子還是22赫子 就講出來就好了嘛 什麼 你講什麼卡爾曼秘密幹嘛 如果這些電力能夠變成20赫子 如果可以的話 如果可以你廣告也不能給他寫22赫子 你也應該寫說我是12赫子 給換算成22赫子 在大陸 在大陸是這樣子 假假的廣告 欺騙消費者 以一賠三 有人說以一賠死 我現在跟你說 我廖老大出錢 在深圳請律師告車芽 你們這邊說 我本是有買到車芽的人 通通傳到那個什麼 抖音的那個視訊給我 給我你的電話跟名字 我統一替你們出面跟他告 叫他一賠三 一個人拿3000人民幣 叫他一賠死 都要一人才賠一萬人民幣 好不好 你們都不要出錢 我來告就好了 然後你們都當遠告就好了 來我來出錢 第三點 我公開在測試我的車子 我沒有上傳我車芽的成績 而且我在試每一條輪胎的差距在哪裡 沒有上傳出去代表測試不能公開 這是我私人的測試 對不對 你不要管我們通安全報 不要管我們代引擎監 那是我私人測試的問題 我當然不想公開 我換每一條胎在所有人面前換 我讓我隊長知道我哪一條輪胎跑最快嗎 我當然不願意說嘛 所以我沒有把我的哪一套輪胎跑最快 來告訴裡面所有的人 結果你車芽把我的成績直接交給傑尼龜 車芽你這樣講的過去嗎 我跟傑尼龜是對手 你直接把我的成績偷偷的拿去給傑尼龜 你這樣講的過去嗎 我廖老大齁出一個APP出來 我叫我團隊30天內給我寫出來 我要寫一個APP出來 這個APP給所有的手機下載 當然又不用買車芽了 最後我的APP誰能夠排行第一名的 一萬美金 排行第一名的就是一萬美金 一個月一次 一個月一次 只要每個月的31號誰排行第一名 我就給一萬美金 你的要1000塊 我的不用我60塊就可以了 好不好 手機的3D定位 手機的GPS 手機本來就是20Hz 架載APP的車芽 你們的手機絕對比現在的車芽 準確很多 你車芽成蕾 你上市的新車芽45年了 你上市這個新的車芽出來 這三四年來 你上市的新車芽騙人 你跟瑞士買那顆晶片的時候 上面那個20Hz是誰印的 這是關鍵 我覺得這是關鍵 如果瑞士的晶片上面是印20Hz 瑞士的晶片上面有印20Hz 成蕾今天買晶片回來 他也不知道被騙了 喔我20Hz這個好這個好 我廣告宣傳單也寫20Hz 那當然沒問題 成蕾也沒有罪 他沒有詐騙我們大家 如果瑞士的晶片回來 沒有20Hz的印刷 你給他印上20Hz的印刷 到底誰有問題 誰就是詐騙 那雞肉要找一個車芽頭 那車芽出來好笑的 你知道嗎 人家說拍來拍來 還沒中情 阿娘威 不然你的事情 你怎麼說什麼 你怎麼說錯阿 阿娘威 跟你沒關係 你要出來秤門 車芽老闆是不是想要出來秤門 我才想不到 啊秤門秤到其他人打過去 都密封空這樣 好好笑 車芽老闆 車芽老闆 車芽 Surface